大器女皇风范 许瑞芝靠着高冷颜值和演技 轻松驾驭 也是韩国网伴公司 向众他拍宣传片的原因之一 不过这些广告 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 因为2021年4月 被爆出操控前男友 还有谎报学历等丑闻 许瑞芝淡出荧光幕十个月 直到上个月底 许瑞芝拿着最新电视剧的剧本 戴着口罩献身读本会议 留着黑色长发 淡妆亮相 吞去过去强势干练的荧幕形象 照片曝光后几天 许瑞芝透过经纪公司发道歉声明 表示很抱歉 这么晚才以文字的方式传达心情 也深刻反省这段时间 大家对他的斥责 因为自己的不足 而带给大家困扰感到失望 许瑞芝诚挚地道歉 并且承诺会更慎重地展现成熟的面貌 正当大家认为 他努力洗白 要孵出戏剧圈时 韩国媒体爆料 他是个恶邻居 韩国网友在网路上发文 自称和许瑞芝父母 住在同个社区 说许瑞芝的爸妈 会在公共楼梯间 摆放宠物狗的围栏 还因此跟邻居爆发冲突 坦言四年来饱受困扰 更加码爆料 许瑞芝道歉态度很差 许瑞芝经纪公司回应 这一切都是误会 家人和邻居道歉后 搬离了住处 事情已经圆满解决 赶紧灭火 不再让负面评价热上身 TVBS新闻 许瑞芝杨慈音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